您好,我是林逸熙 看電影是20歲出頭最重要的節目 每天都看,甚至一天看五場 一年看三百多場戲,瘋狂地看 有時候完全不理會 總之衝進電影節有什麼戲 不用看簡介,不用看海報 就進去看 當然有時候很感動地走出來 有時候就碎眼聲鬆地走出來 都避免不到 很老套地 人越大就越多工作 慢慢就離棄了 這個我曾經是唯一的興趣 就越來越少看戲 現在就看另一種 城市的荒誕每天就真的好像一套戲 打開報紙 這個說法都很老套 其實不會打開報紙 上網看報紙 拿到手機看報紙 看到那些新聞 都真是精彩過那些戲 就好像整間戲院一樣 但是這個有少少不同 以前只在戲院整天看完 走出來便完 現在看著那些戲 有少少會想起 是否只是坐在那裡看 然後等到原場 然後就起床走人 只是原來可以想想 怎樣走前去 走進去 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很悶的 是否想想想怎樣改變它 如果是太荒誕的 是否又想想另一種方法 自己又拿起相機 自己拍一下呢 這個就是當中的分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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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os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